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共好发展协会从绘画音乐舞到延伸 为自闭症患者打造视信课程 也举办艺术季为他们提供专属的舞台 因为我们的孩子80%跟90% 他其实没有口语都无口语的孩子 然后我想再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想法 用幻画的方式宣泄出来 那至少要有个出口 那既然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办画展 他知道等一下会有很多人来看他的画作 他就会很开心 本次展览主视觉也是由协会自闭症孩童设计 画作上的恐龙各自污着眼睛 嘴巴和耳朵 象征自闭症孩童有别于平常人的感官体验 协会也一次设计天使视角同理短片 希望民众给予自闭症患者包容及鼓励 取代害怕或生气等负面情绪 不管是一般人就是或是像我们这些孩子有自闭症或是学习障碍的 给他一个空间 虽然我也是自闭儿 你就能够同理他 尽管看世界的角度不同 透过绘画 自闭症孩童能够找到情绪的出发口 画出心中难以用口语表达的故事 也因为振奋改变 他们逐渐变得外向及自信 走出原本孤独的世界 也慢慢找到自我价值 因为像这种特殊生的话 大部分都会 都有点被与世隔绝 让他们走出来 慢慢的我发现他们最有很多小孩子 都慢慢的变得很有自信 他们这边的孩子 跟我们平常的遇到的自闭症的孩子 好像都不太一样 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喜欢 像是画画 然后还有这个协会举办的活动 拿起画笔 自闭症患者在图画纸上尽情挥洒 此次艺术季不仅让他们拥有被看见的机会 也让大众明白 即使受口语表达障碍所限制 自闭症患者也能透过艺术创作 展现无穷的想象力 记者郭文鑫 黄家安 郑存芝 台北报道